在2020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租借女友》 如果生活中有一个手机软件可以让你租借女友 是不是脱单只日可待 你可以在兄弟面前带着漂亮女友出尽风头 可以带着漂亮女友回家应付七叔八姨 甚至可以带着漂亮女友找到前女友演戏 然后旧情复兰 20岁的独居大学生母之下 何叶最近被近交往了一个月的女友马美给甩了 而女友的分手理由是她喜欢伤了别人 不仅如此 马美还删除了何叶的演戏方式 何叶无法接受这样突如其来的分手 她怀疑马美和自己分手是因为她和别人发生了关系 回想起自己最终的恋情做出的努力 何叶更加伤心了 突然她看到手机网站里有个租借女友的APP 其广告语是为您献上宝石般的治愈 更是吸引了何叶的注意 就这样何叶鬼使神山的下单租借了一位女友 而这不是违法行为 因为租借也只是陪吃陪玩陪喝 不被允许发生这地上的过分接触 第二天她来到约定地点 租借女友水源千赫也出现了 靠北哦 对方竟是个人美生甜身材火爆的漂亮妹子 长相简直比马美还要美上几分 这样的美女让何叶瞬间觉得 即使租借价格是每小时5000日元 差不多人民币300左右 那也是值得的 何叶得知千赫也是大一的学生 于是两人按照流程表上的安排开始了约会 两人一起去了水族馆 千赫表示很开心 第一次和她来水族馆的人是何叶 两人在分别时 千赫还主动牵起了何叶的手 何叶在这一瞬间 真的感受到了恋爱的感觉 可在夜晚回到宿舍时 何叶查看了关于千赫的评价 自在得知 原来千赫在被别人租借时 也是这样会主动牵着别人的手 一样的情节 一样的套路 这当何叶不免恼火的起来 看到这类评价 何叶甚至有一种自己被虑了的感觉 越想越气 于是何叶在千赫的评价下给了差评 但不能就这么帅了 何叶决定在约一次千赫打算教训她 所以第二天继续约会 十何叶觉得千赫十分虚伪 于是总想搓转她 被灯录的千赫果然发起火来的 私下的完美女友的伪装 对何叶口头芬芳 可在这时 何叶却接到家人的电话 原来何叶的奶奶住院了 何叶立马赶往了医院 但因为逐渐时间还没有结束 千赫不得已只能陪着何叶 也来到医院 何叶为安慰奶奶 狂承千赫是自己的女友 这里认识到了很多住院的其他老人 于是她想当其他老人 也一起来见见千赫 没想到是千赫的奶奶也在这里住院 并且还和何叶的奶奶成为了好朋友 就很离谱 起初千赫想要躲着奶奶 于是跟何叶一起躲到一间病房 娘娘还误打误撞 一起躲在一张被子中 有了第一次亲密的肢体接触 本来可能还有更大的进展 但千赫的一记短子绝孙教 终止了何叶过分的接触 闹出来的动静也引来了奶奶 本来何叶打算说出真相 结果千赫却突然直接成为了两人的关系 因为她的奶奶并不知道孙女在做租借女友 两位奶奶得知何叶和千赫在交往后 表示十分的支持 在何叶疑惑不已的时候 千赫表示只要在后面跟两位奶奶说 他们已经分手了 不会也就解除了 何叶因此决定 之后要跟奶奶说实话 争取找到一个真正的女朋友 第二天上学时 何叶正和好友幕布在路边聊天时 竟然发现了千赫 此时的她正是文学系的大一新生一只蛋 只是目前的千赫却换了一身装扮 根本认不出是朱介石的女友 好像 好像 好像更好看呢 而因为千赫打工的事是非常保密的 所以她正无人时 拉住了何叶并警告她不要乱说话 何叶看到千赫张牙舞爪的样子 不得已答应了为她保密 可是一直第二天出门时 何叶竟然发现千赫就住在她的隔壁 这简直是冤家路窄 不久后 奶奶告诉她要来何叶的公寓 还要何叶叫上千赫 何叶只好找到千赫拜托帮忙 千赫表示不愿意 可等奶奶来时 千赫还是不忍心伤害奶奶 越是出片又帮了何叶一次 这算不算是线下解单 其实千赫之所以会出手帮忙 还是因为听了奶奶的一段自诉 奶奶看着支支吾吾的何叶便才在二人分手 但是她不怪千赫 反而感谢千赫能喜欢过何叶 毕竟何叶在奶奶眼中 就是那种找不到媳妇的废宅 所以千赫最终才会主动扮演女友 而为了陪何叶继续演戏下去 她还答应每周三陪何叶去看一次奶奶 一见都看似很完美 何叶慢慢地也从过去的情感中走了出来 但在第二天 何叶却在校园里遇到前女友麻妹 麻妹果然还是像以前一样可爱动人 但好友木布却选何叶放弃麻妹吧 因为麻妹的段位太高了 不是何叶能驾驭的 因为今天是走三的缘故 千赫和何叶在探望完奶奶后一起去逛街 谁知竟然遇到何叶的两位同学母布及丽临 他们表示学长有请吃饭 所以邀请何叶和千赫一起去 对于何叶能够追求到像千赫这样的美人 他们是极为的羡慕 一直被虚荣心给冲温头脑的何叶经验不解释 不仅承认了千赫是自己女友 还替千赫答应一起去参加聚会 千赫虽然生气 但是何叶却解释 这两人是发小 如果坦白真相或许就会闯到奶奶那边 最后为了不让奶奶知道 并且在何叶支付了延长费后 千赫无奈答应了 可谁知道了才发现这里进来还有前女友麻妹 一时间整个餐厨上的人都陷入了成绩 好在麻妹跳出来活跃的气氛 她表示自己和何叶一起是过去的 而自己也已经有男朋友了 何叶听后十分伤心 他其实还很期望 麻妹能够回心转意 回到她的身边 久过三巡后 麻妹装罪般的讲述了之前 她跟何叶交往过的糗事 与其略带嘲笑 千赫听后十分不舒服 于是和麻也吵了起来 可是何叶却一心担心麻妹会误会自己 于是听麻妹讲话了 明明是为何叶抱不平的千赫听后 失望的离开了 同学们劝何叶和千赫道歉也并不大理 因为在她看待千赫只是租来的女友 根本不用考虑千赫的感受 等到大家散场时 麻妹过来搭讪 她表示十分感谢何叶帮自己说话 并说自己其实还是单身的哟 何叶听到这句话 好开心的都要跳起来了 就在到达麻妹家附近后 麻妹甚至还想邀请何叶去她家 何叶听后十分兴奋 可下一秒 麻妹又借口家里有客人 不方便带何叶回去 麻妹就做白电话还表示 因为自己很弱小 所以她不知道千赫那样多多逼人 千赫给人一种 恐有其不要没有内在的感觉 何叶听到这句话后 突然语气严肃地表示千赫不是那样的人 请麻妹不要这样评价千赫 麻妹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何叶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这话 可能为了麻妹不高兴 所以立马跑开了 留在原地的麻妹嘴角露出了一丝挑衅的笑 而跑开了何叶回到家后 也找到千赫跟她道了歉 两人因此和好露出 第二天何叶和上次一起聚餐的那群人前往海边 得知麻妹也在其中 何叶就想趁这个机会和麻妹有进一步的发展 那妈妹终于露出了腐黑的一面 大概是因为刚分手 何叶便找了新女友 这让自己很没面子的原因 她向网友抱怨着发生了一切 她发誓一定要让何叶和钱很老板 因此她故意搭上何叶 并主动提起之前跟何叶在一起时所做的一切 言语之间流露出自己对何叶的喜欢 甚至还提前想好了两人孩子的名字 何叶听完后以为自己又有希望了 于是开心的不能自已 看到何叶正手舞足蹈的样子 妈妹又摆莲花地说了一句 哎呀我不想破坏何叶和千鹅之间的感情 这句话奇得何叶差点说出自己租借女友的事 好在此时千鹅出现了 没想到文学系的人也来此度假 千鹅自然业一之代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 可没有人认出的一之代就是千鹅 最后千鹅和何叶躲进洗手间说话 何叶表示自己要追回麻妹 所以不容被别人知道自己租借女友 而千鹅则担心自己租借女友的事会暴露 于是两年达成协议都为对方保密 但麻妹子时正站在洗手间外 她发觉洗手间内有两个人 于是想要查看情况 红人之下一之代只要脱下外衣 传成有装变成了千鹅 千鹅表示自己之间因为有事耽误了 所以才会现在出现 千鹅立马加入进来和大家一起玩耍 可一旁的何叶一心只想着怎样追回麻妹 于是跟麻妹叫她帮忙时 她便想也不想地跟着麻妹跑到教室后面找狩猎 而仙气深沉的麻妹则在这时主动吻上了何叶 在亲吻过后却又像没事人一样的走开 在何叶的内心已经是小路乱撞 她搞不懂麻妹到底在做什么 但她必须承认 麻妹这么主动的接吻实在让她很伤头 就在何叶脑子做出各种幻想之时 奶奶的电话却打了过来 她马上就要出院了 这也意味着她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来看望何叶的假女友千鹅 一直这样骗下去显然也不适时了 但最关键的还是麻妹那一文乐的货 何叶的内心一直认为跟麻妹有望复合 她想了一想权衡利弊后 便突然在同学面前宣布自己要跟千鹅分手了 此时的千鹅在何叶心中 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足见女友 既然如此 那不如早点放手 麻妹这个绿叉真的达到了她想要的结果 但意外总是突如其来 就在麻妹战战自喜之际 好几位幕布却突然给了何叶一拳 她是全场眼睛最亮的一个 不仅看清了麻妹这绿叉再给何叶暗松秋波 也清楚何叶这人禁不住诱惑 所以拜托麻妹不要跟已经分手的人乱搞暧昧 只可惜何叶没有告诉幕布真实的情况 她误以为何叶会跟千鹅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千鹅看见了麻妹诱惑何叶的全过程 麻妹被幕布搞得特别尴尬 而千鹅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火人就这样离开现场 但是没想到千鹅就在路口处等着何叶 她的奶奶也马上出院了 所以恶人约定好下周就是最后的足见 之后就要回到现实生活 不过在分别之时 千鹅表示自己刚刚并没有生计 反而认为何叶能够鼓起勇气 先中断足见生活是一个很有难无畏的行为 这些时间的足见 她睡缘千鹅很开心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鼓励何叶竟幽被感动了 然后多自咽嘀咕咕的在那里 自己哪配得上千鹅 上一秒还对麻妹连连不忘 下一秒就对千鹅一犹未尽 这么捞了拦阻 被打是真的活该 而随后她突然发现幕布竟然跟千鹅独处 她瞬间怀疑幕布是不是在表白千鹅 可等靠近后却只听到了幕布 跟千鹅讲了关于何叶小时候的故事 何叶是一个从不受女孩子欢迎的人 一个月被甩三次 那是尝试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一个乐观的人 小时候幕布打翻了何叶自由作业的盆栽 心中有愧便将土恢复原状 但千牛花的种子却已经不见 可这个盆栽却长出绿苗 老师已经明确告诉何叶这不是千牛花 但何叶却能就坚信它就是千牛花 外达正招 这绿苗最后开出了稀有品种的花 自由作业得到了第一名 但何叶却因为不是千牛花 而哭了很久 那时候幕布就认为 何叶这人很傻 但本性不坏 她的坚持是很多人所没有的 所以她很希望千鹤可以再给何叶一次机会 这些花囊躲在暗处的何叶酷得是稀里花篮 所以幕布更是大出去 给了两人游艇体验券 这可真是老父亲操碎了心啊 最后 他们都接受了幕布的好意 但分手计划 能就还要执行 毕竟 这是个自作考虑清楚的事 能找到机会就会给大家解释 而马美之绿杂的进攻 能未停滞 在何叶两人登船后 还不忘发信息 继续诱惑何叶 人家会在泳池等你来哦 你不来我就一直等 这该死的绿茶 或许是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千鹤在这个时间 突然感觉身体不适 一个不留神 她跌落了海中 而看到这一幕的何叶 想也没想着直接跳入海中 最后千鹤获救 但是何叶却显入昏迷 这让千鹤特别着急 在讲究何叶的过程中 过往的记忆全都浮现在脑海中 最后千鹤寻找人工呼吸 才让何叶从昏迷中清醒 这时我很好奇 能够呼吸是会让脸部发红吗 就连已经到了医院千鹤 只要想到自己落水时 隐约看到何叶不惜一切就自己时 脸就红得更厉害了 是心动啊 糟糕眼神躲不掉 而何叶最终也放了麻眉鸽子 古兰绿茶说话都不算数 说好一直等的呢 而经过这一次事故后 何叶发现自己在手指锻炼时 满脑虽然还是麻眉 但却时不时会冒出千鹤 何叶发现自己好像 已经无法将这份感情退货了 但他在下周就真的要终止出戒了 他没有办法改变 只能接受 等到下周奶奶出院后 决心那场康复旅行 奶奶带着何叶一起去玩 结果就这样毫无知觉地 中了奶奶们下了套 刚出狱的千鹤就和何叶碰面了 两人很尴尬地找到奶奶对峙 可奶奶却一点都不在乎小孩子的生计 说这次安排是为了让两人赶紧滚床单 好生个可爱的大胖孙子 两人的抗议没有丝毫的作用 又被赶回的小屋中同居 千鹤很苦恼 不知道该怎么度过今夜 但何叶却盯着千鹤 潜入了一阵幻想 突然千鹤决定不管了 既然他奶奶也花钱了 他享受就是了 并且决定去坦白说 两人已经分手了 可在见到何叶奶奶后 却又怂了下来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才不会伤了奶奶的心 于是千鹤也没办法 打破这段族界关系 回到房间和何叶 开始了一夜的同居生活 就在何叶很时区地提出 自己要出去外面睡时 千鹤却突然面红耳吃地说出 其实 你睡在这间房里也没事啦 这一句话呢 何叶突然懵了一下 死后脸上便羞红起来 他的大脑 已经在高速运转着 即将发生的画面 小宝贝 我来了 不过 他的邪恶想法 马上就遭到千鹤的暴力打断 千鹤表示 他只是可怜何叶而已 而且作为客人的何叶 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服务 不应该睡在门外 何叶听后一脸懵逼 千鹤更是表示 自己学过各种防身术 如果何叶感觉雷迟半步 就要他好看 夜半时分 第一次和女生同防共诊的何叶 内心焦躁不移 他转过身去面向千鹤 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这段时间给千鹤添麻烦了 尽管千鹤各种不情愿 可能就帮了自己很多忙 而且在这段时间里 看到这样积极向上 努力生活的千鹤 我感觉自己也受到千鹤的影响 开始变得不那么肥无了 所以自己可能还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继续足结千鹤 希望千鹤不要嫌弃 结果本以为已经睡着的千鹤 竟然转过身来 答应了何叶的请求 千鹤表示 要想奶奶们不被欺骗 何叶必须尽快找到一个真正的女友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 千鹤能就会以何叶女友的身份继续 出现在何叶奶奶面前 隔天在放学后 何叶和千鹤在散步时 遇到同学丽琳 丽琳表示 自己也交到了女朋友 她提出下次给来个私人约会 此时何叶的内心无比失落 没想到 连丽琳这样的人也交到了女朋友 而自己这个女友竟然还是租来的 等到了周六 丽琳果然带着女友刘夏 辅约了 何叶一眼就愣住了她 因为自己前几天 才不小心撞到她 当时没有忍住多看了那么急眼 倒是被刘夏骂得去变态 但这次相见 竟然还是相互介绍 所有一集完集的攀岩游戏 诺基的何叶根本没有成功爬上去过 告得丽琳一直笑话她 等到中场休息时 谁知刘夏直接揭穿了千鹤 租借女友的身份 千鹤及何叶不敢相信 刘夏是如何得知的 为了打消 刘夏的怀疑 何叶和千鹤还在她面前 利用借位接了个位 可刘夏能就不相信 千鹤只好借口离开 而何叶和丽琳及刘夏 则前往学校去 为了不让刘夏 说出足见女友的事 何叶一直根据丽琳和刘夏 指导他们分开 何叶再暂时放下心来 可专业刘夏就又出现在何叶面前 他认为何叶这样的举动 就是不打自招 所有准备离去 谁知何叶竟然惊慌之下 更加洗不清自己在何叶心中的糟糕印象 但很快何叶就有了表现的机会 因为何叶在躲着何叶的纠缠 不小心摔下楼梯 是何叶护住了她 才不至于受伤 而何叶即便身受重伤 也能就请求着何叶 不要揭穿自己足见女友的事 而她之所以会这么拼 一切都是为想让千鹤 在因为自己而名誉受损 看着不惜下跪的何叶 何叶刘夏则才表示 其实她也是足见女友 所以不会对任何人说出 何叶和千鹤之间的足见关系 而这一次何叶的纠缠 竟然留下在第二天 直接跑来大学找何叶 何叶害怕伤了丽临的自尊心 于是和留下藏了起来 可谁知还是被丽临发现呢 而留下也直接了当地表示 自己和丽临的足见关系已经结束 丽临被当场戳穿后 吓得跑了出去 留下也正式和何叶对调身份 开始不断纠缠何叶 就连下午放学后 留下都来到了何叶珠宿的公寓门口 在发现了千鹤近视何叶邻居后 她立刻表示 绝对不会将何叶和千鹤的关系说出去 但作为条件 何叶必须和自己交往 哪怕只是先试试看 只因为她喜欢上了何叶 想到今天这小妖精的公事 何叶这人哪受过这种待遇 就让她不知道该如何设好知识 千鹤从她房间走了出来 她对着留下几句 留下压口无烟 最后只能拿出杀手键 我的欧带被何叶碰到了 还被她推倒在地 这是千鹤都不曾有过的进展 眼看才能留下说下去 会造成更大的误会 何叶立刻找到跟千鹤 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做出解释 但不管怎么商量 都还是觉得不该跟留下交往 最后留下也算是感受到了何叶的不惜 甚至哭了出来 这反而让何叶和千鹤不知所作 兄弟的前女友竟想做自己的女友 什么想逗不合适好吗 但最后为了不再欺骗奶奶 何叶也必须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女友 于是听从了千鹤的建议 试试看吧 那前提是不要被利林知道 不然利林永远可能都不会原谅私集了 就这样 何叶的女友就多了一个留下 达成了真正的左拥右抱真假女友 但从此之后 何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过千鹤 而留下和何叶的感情 也一直都是不嫌不淡的状态 何叶很反感被留下支配的日常行为 经常会想到千鹤 而他还被迫答应了在圣诞节跟留下约会 但玩到家后的何叶却想着 在圣诞夜祖节千鹤和他一起度过圣诞节 可没想到千鹤那天已经有约了 最巧的是 在圣诞节这一天 何叶看到千鹤和一个帅气的男生走在一起 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般配 这让何叶顿时有一种挫败感 处于好奇心的何叶便跟踪恶人 心里不断的想着千鹤 一定本来就是有男朋友的 那么漂亮的女人没有男友怎么可能 而在跟踪的时候 何叶竟然听到两人似乎是同居的消息 这让何叶打算放弃跟踪了 他终究只是一个租客 但是好巧的是 他在厕所却遇到男生 男生的电话交谈不断讲着千鹤的美貌 这让何叶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的气味 于是继续跟踪还打算上前 想要揭穿这个男人的阴谋 他才得知原来这个男的叫阿海 是千鹤的学长 千鹤目前是一位西南演员 阿海帮了他不少忙 千鹤之所以当租界女友 一方面是为了赚钱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锻念演技 误会揭开后 何叶顿时久到不行 他解释自己是害怕千鹤被骗 因此才跟踪千鹤一整天 千鹤听后打骂何叶 但他的内心也被何叶这样愚蠢的想法感动了 所以他拿出一个礼物送给何叶 里面是一个手机壳 这也是何叶第一次收到女生送的礼物 何叶感动地哭了起来 千鹤表示十分嫌弃 因为积蓄一大多复材的千鹤身上 何叶的积蓄所剩不多 于是他找到了一份KTV时营生的工作 来增加收入 何叶很开心能收到千鹤送的礼物 于是整天拿着把玩 心里想着自己跟千鹤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可能他拿起手机 看着租界千鹤的反馈时 才得知千鹤会给每一位租客都准备礼物 他积极败坏地询问千鹤 可得到了只是千鹤并无表情的回答 千鹤表示自己和何叶只是租界关系 希望何叶明白这一点 当然何叶要是非得喜欢自己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何叶听我时温时弱 在回去的时候 他的手跟千鹤牵着 彭琳娜羡慕的眼光反而让何叶很是不适 因为终究他们只是租界关系 在回到家时 正好刘夏初前看到了这一幕 他也生气何叶是不是跟千鹤去约会了 没有等何叶过多的解释 刘夏就带着何叶去逛街约会 但何叶满脑子能救是千鹤的身影 刘夏或许是看穿了何叶的心声 他遮住了何叶的眼睛说要给他惊喜 然后带着他来到了爱情酒店 随后华冠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何叶被这场面吓得想要逃走 可刘夏却不是想要跟他做什么 只是表示自己想要知道千鹤跟何叶到底是什么关系 何叶只要将来弄去脉都告诉了刘夏 千鹤只是自己花钱租借的假女友 目的是为了红奶奶开心 刘夏听后表示何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身为何叶的女友 他要帮何叶解决千鹤与何叶的关系 所以只要何叶带着自己去见奶奶 那么千鹤与何叶的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之后刘夏又提出了要跟何叶滚床单 来巩固自己正牌女友的地位 这瞎得何叶连忙跑进了洗手间 而此时刘夏却看见了何叶的手机短信 原来是奶奶发来的信息 奶奶要求何叶在三号早上前往神社 等何叶从洗手间出来 就发现刘夏已经离开了 而到了三号 何叶和千鹤准时来到了神社 可没想到刘夏也在这里出现了 大家十分疑惑 何叶只好向大家解释 刘夏是千鹤的朋友 可刘夏却告诉大家 自己才是何叶的女友 奶奶觉得一定是何叶劈腿的 所以将何叶严厉搅拎了一番 并表示对千鹤的心疼 但何叶却解释刘夏有说谎屁 所以他说的话基本上没有人相信 千鹤因为于心不忍才没跟刘夏计较 继续假扮何叶的女友身份 而吃完饭后 千鹤就将刘夏搅到洗手间 他质问刘夏要做什么 可没想到却被刘夏怼了回去 刘夏询问千鹤 为何一直要这样纠缠可户 难道是千鹤喜欢伤了何叶 千鹤眼神懦默地表示没有 刘夏表示既然没有 那千鹤就应该慢慢淡出何叶的世界 不应该再参与到何叶的生活里来 等到了拜神社时 大家发现刘夏和奶奶都不见了 何叶很担心刘夏会跟奶奶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于是到处去找刘夏 而刘夏果然和奶奶在一起 他打算将千鹤与何叶之间的组结关系说出来 可此时奶奶就突然对着刘夏说 今天能见到千鹤的朋友很开心 他就刘夏打听着千鹤的喜好 甚至是千鹤生活中的琐事 刘夏这才意识到 奶奶并不是想要有家族继承人 而是单纯地喜欢千鹤 此时千鹤找了过来 奶奶便和千鹤离开了 当得知刘夏没有将昨天女友的事说出去后 何叶表示十分感谢 刘夏表示虽然现在不是捅破这件事的时候 但总有一天 他会以何有女友的身份 堂堂正正地住现在何叶家人面前 在此之前 他不允许何叶和千鹤接吻 更不能做亲密的动作 何叶表示千鹤只是租借女友 而刘夏之所以会这样追随何叶 是因为他手中有一个心动寄宿器 因为自己很难爱上别人的缘故 刘夏从未遇到过 让心动寄宿器数值一直上升了人 男和何叶的出现 成功打破了刘夏寄宿器的记录 因此他变认定何叶就是自己喜欢的人 男和何叶最近因为租借千鹤 导致积蓄实在不多了 所以便不断找坚持工作 刘夏也追着何叶的脚步 跟他一起当服务生 而何叶接待的第一批客人 就是自己的好友目步三能 在面对他们时 何叶感觉自己好像寻到不行了 之后何叶从目步这里得知 原来素玲这几天都无精打采 仿佛失去希望一般 经常在社交网络上 发布一些负能量的话语 大概一次就是自己失恋了 不会再爱了燕女之类的 何叶听后这才恍然大悟 素玲好像是因为之前留下 当面揭穿了他租借女友的事情 导致他觉得自己在何叶面前没面子 但这种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很尴尬 更何况还是在自己朋友的面前 何叶很理解素玲的感受 于是他找到了留下 想让留下跟素玲道歉 可留下却表示自己现在是何叶的女友 不应该再和外面的男人有任何前扯 而且自己在跟何叶交往后 就没再做过租借女友了 何叶坚却留下不行 于是就想到了前赫 何叶也认为这件事的起因在他自己 要不是自己带着这么优秀的假女友前赫 出现在朋友面前 导致引来了素玲的嫉妒 素玲也不会想到去租借女友来冲面子 想到这里何叶找到前赫 并请求前赫帮帮帮素玲 于是何叶的第一份工资 就拿来帮素玲找了租借女友 而这个女友竟然还是自己喜欢的人 第二天前赫过来应邀找到了素玲 他按照何叶的安排 表明了自己是租借女友的身份 而今天他就是素玲的女友 素玲不敢相信 他觉得这是何叶和前赫设计的圈套来整她的 可是看着这样人们生甜的美女站在眼前 素玲还是决定和前赫开始约会 一天下来素玲感受到了前赫的真诚 也真的相信前赫租借女友的身份 前赫温暖的话语和贴心的陪伴 当素玲感受到了温暖 素玲终于正视了自己的内心 他发现他还是很羡慕情侣间的感情 那种有人陪伴有人欣赏的感觉 他能就是割舍不掉的 于是他决定不会再逃避现实 不再厌女了 可是一想到何叶竟然主动告诉自己租借女友的事 他就又感动地说不出话来 晚上和前赫分别时 素玲发现了跟踪的何叶 他大妈和叶是傻瓜 和叶表示这一切都是因他而造成的 所以自己应该出面解决 此次和叶和苏玲的关系和好了 而苏玲也恢复了网络活泼的样子 和叶离开后 苏玲很疑惑 为何前赫会按照和叶的安排跟自己约会 前赫为何会那么听和叶的话呢 于是 询问前赫是否对客人动心呢 前赫迟钝一下 突然想到了和叶 然后表示 自己也不清楚 或许这时前赫心里就已经有了和叶 只是他还没有发觉 第二天晚上 前赫约和叶在阳台见面 和叶因此还特地打扮了一番 可谁是前赫却说 自己有个学妹 英泽莫 同时也是租借女友 可因为胆子小 不敢和客人讲话 于是英泽莫十分困惑 前赫希望和叶能当一下英泽莫的联手对象 多多锻炼一下英泽莫 和叶听后觉得自己能够帮助前赫 于是十分开心 等第二天见到英泽莫后 和叶发现英泽莫不是一般的人 他甚至想不通 为何英泽莫这样的性格 还要出来当租借女友 两年约会的大半天 英泽莫能就放不开自己 而和叶能就耐心地安慰着他 而这一幕正好被逛街的前女友马美给看到了 他很疑惑和叶 怎么跟另一个陌生女孩走在一起 于是他就跟踪和叶二人 而此时的和叶正带着英泽莫 在体育馆打保龄球 专运的功夫 英泽莫就被几个流氓缠上了 要是在以前 和叶绝对怂得跟孙子一样躲在角落里 因为跟千鹅相处的原因 导致和叶变得勇敢了 和叶想起千鹅的主动 于是就跑上前去 拉走了英泽莫 因此和叶得到英泽莫的感谢 也终于听到了英泽莫说话了 之后两年又去吃了冰淇淋 而在和叶上厕所的空档里 妈美找到了英泽莫 妈美认为和叶已经变了 她不仅有一个漂亮女友前赫 现在连这么可爱的英泽莫也喜欢她 于是她开始恍惚了 为何和叶这么受欢迎 当初放弃和叶是不是自己的错误 她的一概钱表示 会为何叶保守秘密 回到家后妈美还是觉得蹊跷 于是她在网上找到了英泽莫的信息 过来她发现了何叶 及英泽莫的秘密 当然还有千鹅的身份 当晚千鹅与何叶 越在阳台见面 千鹅表示自己即将辞掉 做这女友的工作 要专心当演员了 何叶听后嘴上说支持千鹅的决定 但她内心却十分失落 这就代表着以后 她再也没有理由 让千鹅当自己的女友了 甚至以后都不会再见到她了 于是何叶决定这几天 就要跟奶奶坦白事实 第二天上班后 何叶也决定要好好对待留下 毕竟她才是自己真实的女朋友 这时只要带着留下去见奶奶 奶奶的心愿也算是完成了 而此时查到千鹅秘密的妈美 故意约千鹅来到何叶打工的KTV 两人的见面被何叶看到了 何叶知道自己的秘密守不住了 于是跟着妈美和千鹅出门而去 一路上千鹅都在问妈美 为何不考虑何叶的感受 因为之前何叶跟千鹅说过 自己非常喜欢妈妹 妈妹是何叶真心想对待的人 千鹅将何叶对妈妹的感情都告诉了妈妹 妈妹沉默不语 何叶听到千鹅这样为自己着想 感动得泪都满面 而妈妹却突然反问千鹅对何叶是什么感觉 千鹅不惜违背公司规定 一次次破例帮助何叶 或许千鹅也是喜欢何叶的吧 千鹅很大量表示自己喜欢何叶 但却是因为何叶是租客的原因 何叶听后十分兴奋 不管出于何种理由 千鹅竟然承认她喜欢自己 于是何叶便在晚上特地站在门口等千鹅回家 他向千鹅为自己辩护的事表示感谢 何叶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喜欢的人是千鹅 而不是留下一祸是妈妹 他鼓起勇气告诉千鹅自己有千鹅就够了 千鹅听后询问何叶是什么意思 何叶联盟解释道 因为千鹅是自己的租借女要 这样一来有千鹅就够了 搞回到房间后 何叶便后悔起来了 但一想到自己这样一个烂能 千鹅应该不会喜欢自己这种类型 而回到房间后的千鹅 也因为何叶的那句话 老乱了思绪 很显然何叶的话 他听进去了 也明白了更深层的含义 之后的日子里 何叶联就和留下继续交往着 千鹅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当着租借女友 而妈妹没有再谈过恋爱 或许此时的他才发现 其实他已经错过了一个 对他真心真意的男孩 再想遇到这样的人 恐怕已经不容易了吧 故事结束 从开头自称废材 到最后却拥有了三位女生的青睐 外加一位少女的好感 如果屏幕前的你就是故事难住 你应是会选择S级的女神千鹅 还是查一大师前女友妈妹 也或者是热情似乎的谢女友 留下 或者是懵懂无知的少女 英泽墨 成年人当然是都想要 可有些人认为 这个动画三观不正 认为作戒女友这个设定 是第一所行为 但在故事中 这个设定只是一个恐惧人罢了 不允许跟客户发生任何关系 作戒女友的存在 只是为了安慰客户的内心 全面基本都是以搞笑形式的叙述方式 对几位女主的内心刻画 都没有太过详细 那些恋恋画面 也不能直接当成就是心动表现 在那结尾千鹤 探倒在地的那一幕 绝对可以说明千鹤 对荷叶已经动心了 荷叶从一开始的怂抱到后面的成长 是真的幸运 只因为他遇到了千鹤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去看过漫画 所以会觉得 这就是一部男生喜欢的玩玩动画 可在后续漫画的内容中 一个感情中完全被动的废材 为了得到幸福 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不断的弄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千万不要只单纯地认为 这就是一部爽片 虽然确实看得有点爽啊 可《作戒女友》这个系列 真的是以成长为主线的 纯爱二次元作品 甚至从动画中提到的 为了红奶奶开心 千鹤不忍心参串荷叶就能看出 漫画后续也交代了 很多关于心情的描述 虽然我个人也很喜欢 后宫脉漏的《龙傲天爽片》 但《作戒女友》这部动画 对比这些爽片 它的尺度真的不算什么 而且很多家长总会 哎呀哎呀 学生谈恋爱 早恋进播吧 你肯定没有想到 故事的角色都是大学生 就问你气不气你气不气 另外我想到了 荷叶租了千鹅那么久的时间 如果真的到手了 那是不是之前的租借费用就是 咦您懂的 我是少年 一位明天又可爱的小型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么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